去处理或者跟压力打交道 学会跟他打交道 我们说压力困难 其实用换一个词 我发现我的 以前的一些认识的一些朋友 或者一些同事 他呢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他其实他不知道怎么办 他而且在这个 越在这个时候他越松地 他可能给家里人说 但是说这种事情你去看看电影 去玩玩就行了 但是呢并没有关注他的一些行为 这种情况其实在我们原先的公司里面发生过 比如说有个财务部的人员 工作上你知道做财务的人 他面临很多的一些事情 每天他做账要面对 内部的员工报销了之类的一些事情 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呢 他给他的主管说 我觉得人活着没什么意义 这种情况以后呢 他主管第一时间发现 他说 关东啊 你说他是 得意识 有得意证了 有什么问题了 他们活着也没什么意思 别出什么事啊 我赶紧 找了一个 心理辅导的一个老师 像雷铃这样的人 去跟他去交流 就让他去找到自我的认知 你到底是谁 你到底面临了什么问题 你自己能不能解决 这压力的解决 靠自己 没有任何人能帮他去解决 结果这个财务人员 谈完以后呢 他跟他的主管说 我现在知道人还可以这样活着 这个是真实的例子 当你自己改正的时候 你发现作为的一切都变了 压力不再是压力了 是挑战了 其实真的没有挑战的人生 是没有意义的 我现在坐在这里 我就要宣誓 我将继续做好 我父亲母亲的好 承担身为儿子的角色 我将继续做好 我妻子的好丈夫 承担做丈夫的丈夫的人 是 然后我才能活得有利 那你怎么样 排泄给自己的压力 而且每天你要听 这么多人迅速他的压力 那我觉得 你不是特别强大 就是特别的 油烟不尽 不是不是 我看球 我看球的时候比谁都疯 那个 我去唱K 我唱K的时候比谁都疯 你去卖大 对 然后接下来 我做各种各样的事情 去宣泄自己 同时我上开心网 你千万不要加我好友 你要加我好友 我上你们家偷菜 是没人能比的 那你再也拍起来 你想我那 首先我得记着 记着点 主持人他们家 段东他们家那菜 他们几点中的 什么时候能守我 上好闹钟 这时候压力 我还记着呢 我的客户跟我说 他的生活多么 我还记着吗 我已经忘了吧 零天三点 咱们家还突发 然后那个闹钟就响了 第一时间 听到这份机 然后我上网 然后我进了你们家菜地 进了你们家菜地以后 我个人还没有偷 你好了 那个钱 我都 你说这时候我还记着呢 那时候我 你们家的菜地 失聪了 大雷宁 我说不责得跟你说 如果去年不好的话 你压力还是很大的 白天真正不行了 那下回 咱种菜地的 不是白天种 但我偷的 就别那么辛苦 对压力过载的客户 心理咨询师雷宁 会如何应对 比如说我现在特别分析 这种理想跟我讲道 我要勾的 他勾的 你别哭了 你别哭了 雷宁 把谁热得如此更热 这开始骂我 一边骂一边追 然后一边用水手 可以抛起了任何东西 走我的 他全都一边跑一边回头 嗯 嗯